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允许不爱国的人担任公职 这次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候选人唯一的条件就是爱国者 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五言联盟指责这次选举 排挙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 难道香港立法会要有港独 自觉 兰草等分裂国家的声音 才是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吗 为反对而反对的人 才是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吗 搞乱立法会 阻碍民生别博款 令立法工作寸步难行的议员 才是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 请问五言联盟的议会里 有这样邀请别国来干预 事事破坏 事意破坏 接受外国的资助的 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